好不容易瘦下來 但是我覺得它維持得還不錯 伊璐 對 有在維持 因為現在的胖的衣服 都送給那個 好朋友 對 那我們兩隻就常常一起吃宵夜 所以我又稍微有點胖一點點了 又沒有到之前其實是這麼胖 我現在比較瘦下來後 我就發現 以前我買的那些衣服 像這一件是 其實是我之前比較胖的時候穿的 但是我那時候穿起來 是非常非常的 很像阿兵哥 很緊 很繃的那一種 然後現在反而瘦下來後 穿變得比較有一點over size 然後這樣寬寬的 然後像我的穿搭 就是因為像老師以前教我的 我就會比較單色系 但是裡面可能就會條紋 選這種襯衫 而且它其實兩邊 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有肚子的話 還可以稍微遮住這樣 真的耶 然後像我這樣子 我就習慣會穿 可能有一點小喇叭 然後就會顯得這邊 好像稍微這邊 就會比較窄一點 然後身高戴起來 就看起來腳會比較修長 就看起來比較不像我現在62 那以前我比較胖的時候 就70幾歲 我不太敢穿這種彎痛的顏色 剛好今年又很流行 對 那因為我雖然瘦下來了 可是我的手臂還是比較胖一點 比較肉跟胸部 所以我在選擇西裝外套 這個的話是比較合身的 比較合身的話 我就會選擇領子是像這樣子的領子 枝瓜領 枝瓜領 它不會是這樣這麼 就是我路上合身的話 它會比較 這種領子就會比較這樣子 跑出來一點 我的胸部這樣 它就是圓的會這樣順下來 然後如果 因為我的腰算是 比例上來講 腰是比較瘦一點的 所以有時候這樣穿起來的時候 然後腰帶再束一下 現在有自信的可以這樣綁 對 就會看起來 反而比沒有綁起來的時候是 因為這樣有點腰線 對 是會比較 稍微會比較瘦的 這種的西裝外套 我就會看起來很像包色 但不是包色 因為這個白色 有一點不一樣 白色有一點像 但是它其實肩膀這裡 有做比較立體一點 它肩膀這邊是出來的 可是這裡是沒有的 這裡是比較圓的 這邊 那我裡面其實就很簡單 可能夏天的話 我就會配一些黑色的背心 或者是灰色的 但也可以拍照的話 因為現在比較瘦一點點 還有就是如果說像之前 比較輕鬆一點的場合 我就會穿這樣子 就是比較 它又是像現在夏天了 它其實很薄 然後它就是飄飄的 它這樣看起來 它這個顏色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它那一件就在那裡 那一件就在那裡 那一件就在那裡 這樣就在那裡 你都覺得有點像嗎 這不一樣吧 就是會破壞 你會覺得 到底邊界在哪裡 那個線條 你就看不出來 你會看不太出來 到底有多胖這樣子 我們會穿一個白色的背心 什麼都 一樣是混搖是聽 這個是不是同一件 我們應該是不同一個來源 對 是不是 然後又有一點西裝的款式 對 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 也是一樣的 還好它裡面沒有穿白背心 真的 還是你們兩個 其實是共用同一個衣架 對 我們三個 差不多風格 然後這件要穿牛仔褲 或者是白色的 白長裙的橫白 或者是稍微一點短的 你現在可以穿短褲 短褲都很好的 看起來重點是右瘦 肩膀這邊看起來也不會垮 但有個小細節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一路是因為他臉很窄 像你們都是屬於臉窄 用臉騙大家你也很懂 臉窄型 沒有你 對 我自己有胡臉 我有跳過 但是如果像我們這種 肉肉臉的話 如果一樣是西裝外套的穿搭 因為絲瓜臉這邊是圓弧狀 也就是從這裡一路圓 這裡圓 這裡跟著都會很圓 長得像浮夸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這種肉肉臉 這不適合 有領形的 反正就是利一點 對 要有領形 不能是斜 就像我這樣子有領形 這一種 但是我覺得一路少講了一個 它搭配我覺得滿好的技巧 就是它會露出鎖補 對 你看它這個襯衫 它有脖子 開了它的V字去以後 它整個延伸下來 就會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它裡面其他的穿搭 我發現它也會故意臨口第一 臨口 對 它看起來會更瘦 配過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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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